宇宙有多大,曾经有人问科学家这个问题,科学家一步步告诉他,银河系中像太阳这样的恒星有两千亿颗,银河系的星系区外边,有一个教师女座的超星系团。 它里边光有银河系还要大的星系群就一百个以上,在是女座超星系团里,有个银河系大两位的仙女座星系,它的恒星数量竟然是一万亿颗,然而是女座超星系团又算什么呢? 它又不过是拉尼亚凯亚超超星系团的一根小手指罢了,这个叫做拉尼亚凯亚超超星系团的覆盖范围,竟然达到了5.2厘光年纪摇,这个超超星系团里边的恒星已经是无法计数了。 即或这样,它还不是宇宙的边缘,而仅仅是宇宙里边的一根头发丝而已。 这就是我们的宇宙,当你无法想象,你说宇宙中有没有外星人,有没有内地行星? 如果说没有,估计你就是井底之王,科学家为什么如此努力寻找外星人? 就是他们相信,宇宙太大了,外星人不仅有,而且数量绝对是惊人的,外星人虽然还没有找到,但人类通过天文望远镜,探测器在宇宙深处,却发现了不少的内地行星,都是比较远的行星。 曾经发现的一个内地行星,距离地球达201光,有水有大气,还有磁场,但这个距离太远了,就是一光速飞行,那也需要501年。 这距离对于人类来说,只是一个遥远的梦,那在离地球近的地方就没有内地行星,那肯定是有的,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。 科学家在距离地球约4光年的霸人马泽区域,发现了一颗十分独特的星球,此颗星球大小与地球极为相似,这颗星球比那个201光年外的内地行星还要适合人类居住。 这颗类地行星,距离它所在星系的恒星的距离和地球离太阳的距离差不多,这个距离是最容易诞生生命的。 进一步观察发现这颗星球上有大量的液态水,大气层也有,有水有大气,磁场相信也是有的。 它的质量和引力和地球也差不多,这完全就是地球的一个翻版啊。 不知真相的还以为,这是穿越了平行宇宙呢,最重要的它距离地球只有四光年,虽然这个距离对于人类来说也是不短的距离,但人类还是看到了希望,只要人类的科技再向前发展一些,宇宙飞船制造出来,花费一些时间还是能够到达这个新地球的。